車子停在停車格 就一定沒有違規的問題嗎 其實還是要注意停車的方向 日前就有駕駛 因為逆向停車遭到開罰 他不滿提起了行政訴訟 最後是遭到法院判決敗訴 遠近靠近車門左右巡視後 是已拖掉車可以拖走執行作業 只見汽車停在路邊停車格 哪個環節出錯 原來是這車的車頭方向出了問題 逆向停車真的違憲 但路上還是隨處可見車輛違規 停車方向完全相反 日前更有駕駛不滿被開單 提起行政訴訟 法院在勘驗畫面後 認定沒有順向停放 判決駕駛敗訴 只是要如何正確停車 那就不能忽略方向的重要性 逆向停車 只要沒有依道路車輛順行方向停放 無論逆向或是斜向都是違規 依道交條例最高可開罰一千兩百元 近三年來全台車輛這類違規件數 平均也都有三萬多件 提醒駕駛不管是貪圖方便 還是強快站車位等理由 逆向停車即使自認無關痛癢 還是會吃上罰單 更增加行車風險 記者傳訊章的家新北報道